以后喝酒用这个杯子 就不用担心倒酒公平的问题 这个杯子中间有一根圆柱 就有人疑问了这是装饰吗 可不要小看这个设计 正是有了这个柱状设计 才让这个杯子暗藏玄机 往里面倒入液体的时候 最多就到到这个柱状的位置 如果超过这个位置 那么液体就会全漏走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其实这个杯子利用了红锡的原理 当杯子里的液体没有超过圆柱的时候 此时杯子中的液体会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是当杯子里的液体超过圆柱的时候 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 杯子里的水就会全部漏掉 其实这个杯子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 而给这个杯子起名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元璋 当时有人给他上供这个杯子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地用来喝酒 之后才发现 这个杯子倒酒倒满了之后 就会全部漏出来 救命人问清楚是怎么回事 问清楚以后才知道 原来杯子只能到70% 听闻以后 朱元璋觉得用这种杯子喝酒最为公道 就给这个杯子起名为公道杯 也通过这个杯子告诫人们 不可太贪心 必须讲求公道 否则最后只会一无所有 看这个公道杯 如果强行倒满的话 就会留得一点不剩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杯子 还有这种点故